你努力了很久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点点的食欲来帮助你 我们这是愿赌服输 眼前看到的这三碗泡面 下礼拜再给它吃起来 这是我自己买的 以免我的制作人买的那什么 双翔泡啊 阿Q大铜面啊 那个三碗吃下去还得了 一个月就不用吃东西了好不好 欢迎收看地狱下午茶 今天非常开心 干爹是来自基隆的 我每次去基隆必吃 平常我的水饺的特殊大概是20颗 但遇到他们家大概6颗就投降 东林天脚呢是在我们的肯阿Line 基隆市仁爱区爱三路49项28号 阿如果你想要去吃 最好是早一点去排队 差不多12点半的时候就卖完了 他这张新人卡拍出了179万美元 我们来算一下多少台币 170万5千万 咻咻的卡片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梦幻的异品球员卡 是经由了BGS的鉴定 这个等级 中心边缘啊边角还有表面 获得了十分的完美等级 Black Level 所以相当值的收藏 我觉得也可以建议未来中华职棒联盟 或者是在收集球员卡的玩家们呢 可以为自己的这收集的卡片 来制定一个收藏的标准跟等级 完善程度啊 还有它的稀有程度 我觉得会更有价值 当然不是说要让大家去炒这个 这个球员卡要卖多少钱 这种东西就很像是 我参与过的历史 我把这历史的一部分 保存在我自己的身边 就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然后呢 我就相信制作人 他一定会跟我讲说 什么样的球员卡 可以卖得最高价呢 他就是这么的肤浅跟表面 趁他不再赶快骂他 而且他会说 不是原味的我不要 不是说不好 你们只是口前提正直 这些人真的是 独眼吃地狱香茶 说是Bowler主演投了整局 还K掉了南韩的强打 他在第一局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会毕点投球 这样子要怎么 他说他这么做 是为了给自己一些挑战 可是呢 毕演的那一局呢 也是状况最多一局 录影的单眼 我都已经觉得很不舒服 更何况是那种 动态下的一个动作 想要说 他喜欢让自己处于不舒服的状态 他想用他自己的方式 尝试不同的球种 同中找到解决的方法 Anyway 他只是想要找点乐趣 背后有一定的原因 但他就是不想说 很难理解吧 就连他总教练也没有办法 阻止他这样做 他说 我想他可能有一颗曲球 是两只眼睛都闭起来投的 闭起来眼睛吃 他 他 吃不到 再来再来 好啊 算算算 到底有什么人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闭着眼睛投球啦 闭眼投球 跟我闭眼吃东西 应该是一样的困难吧 Even I can smell it 他可是没有办法闻到 对方打者的位置的啊 嘿 不愧是 Trevor Bauer NBA的明星赛就在錄影 当下正在打 诶 但是明星赛突然少了两个人 76人的球星 Jo MB 以及 Ben Simmons 被迫缺席 理由是触发了防疫追踪机制 我记得我们有讲说 如果NBA是真的想要进行NBA明星赛 一定会说 我们一定会启动某一些防疫机制 我们制作人也有说 就是会有人会去触发这些防疫机制 他就是铁嘴啦 所以我才会跟他赌输了嘛 过程就爆料说 NBA跟SIMENS都是因为 废城当地的私人理发师检测结果为阳性 赛前大概七八个小时 警察被拉出明星赛阵楼 但因为时间太紧迫了 所以联盟已经来不及土人 不幸中的大姓氏 他们都搭乘私人飞机前往亚特兰大 所以没有接触其他的球星 好险他们是保际啊 啊如果不是保际的话 这明星赛就不用打下去了 广告都拉了啊 是不是又要赔款啊 NBA还能再残一点吗 嗨 明星赛也就这样子过去了耶 我们下个礼拜可以来讨论 经营的收视率会是如何好了 我吃完一整盒了 好吃 下一盒 再盒好 看起来还不太焦 你的 你先吃一个你就知道他有多大壳 有点像那种水煎包 没有 水煎包它会有那种很厚的那种感觉 它是煎饺 它不会有很厚的感觉 东陵煎饺一级棒 东陵煎小猴棒棒 去基隆 你没有吃的话就代表你没去过基隆 去基隆这都要吃巷子里面 不要回去吃庙口 庙口还是有一些好吃的 我很喜欢吃那个不营养三明治 吃起来不是很营养 但是超爽的 我们下次去基隆庙口的都一集好了 好来吧 回顾一下我们HBO的四场的赛况 泰川从四场到冠军赛 其实都是克服了双位数的落后 幸运女神都是站在他们那边的 自从阿兵教练带队之后 他十年里面 三度的打进四场 两度拿走亚军 终于拿下Ditch的手冠 让HBO正式进入战果时代 这个赛季呢也特别找回了 1030年度的学长江丽杰 以及张俊廷来担任助教 他还记得1030年度的泰川发生什么事吗 20连胜 那就那一胜最重要的 阿都没意啊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你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才知道运气有多么的重要 再来看到女子组的部分 淡商跟杨明66比60 我觉得这场比赛结果其实不太意外的 淡商一直以来都是女子组的强权 很难去撼动她的那个地位 勇仁跟北一呢 这个差距就比较稍微大了一点 是62比49 继续讲到一样是女子组的比赛 杨明跟北一就差这么两分 真的好好看 杨明的高一双枪的江子柔呢 155公分 可是他打起球来是非常的飘悍 而且他速度移动之快 而且判断能力之好 让人非常期待他接下来的发挥 更不用说大家非常期待的张玉兰啦 而且重点是这两个 都还是只有高一 在冠军之战的部分呢 哇塞 这种国泰右队的内战 淡商碰上勇仁 成功的拿下队选第11座的冠军 但是呢勇仁教练石超姐在赛后 他其实满苦笑的你知道吗 在上半场打完之后就已经落后20分 胜负就已经早早抵定了 接下来的三四姐 把多么痛的领悟 但我觉得刚好可以让小朋友们 从这场球赛里面去学习啦 希望勇仁明年继续加油 而男子族的部分呢 南山跟这个东泰这个学年度的大黑马 对时首度闯进四场可以达到 南山他四分这样的情况已经很棒了 然后再来呢光复与泰山 这场比赛可精彩了 我心脏都要停了 泰晨刚的绝杀 全场呢其实17次出手只命中4球 其中1球就是这么的价值连城 东泰跟光复他们比输是48比69 就是东泰其实已经 然后冠军赛的部分呢 南山啊南山 讲到就想哭 一度是领先多达了13分 而且是第四节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想说 啊要传简讯给我的制作人 就是好好嘲笑他一番 比赛剩下两分半的时间呢 他又嘲笑回来给我 我不过刚刚是去上个洗手间 怎么就这样子了呢 然后最后结果 还是非常的恭喜泰山 南山一定要继续加油 还是非常的期待 接下来都是可以进入到一个战国时代 不是像那种王秋 那种一直以来都是Big 3那种感觉 哎呦喂呀 我们Animal运动吧 也给他开会员 开下去啦 会员制度有30块 150块 200块 以及300块 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300块 可以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圈一起弄云 一起加入我们的Animal运动吧 来吧 加入我们吧 好赞40连胜就第一场就踢到贴吧 35岁的SBO老将 林一辉在6号的时候 对台皮第四节最后的49.2秒 翻身跳投命中 打标了 生涯的4000分 一辉呢是 SBO生涯4000分 俱乐部的第五名会员 前四人呢分别是 田磊 吕正如 周世渊 以及陈顺祥 他有这一球呢 走定的战局就击败台皮 终止了他们的20连胜 他们真的这场比赛就是少了蒋玉安 七魂六魄少了一魄 或是少了一魂 在几乎就是一路落后的情况之下 然后就吞下了本机的手办 可是这场如果看得出来 就骑死你 如果之后就针对蒋玉安 你就是把他锁死啊 所有的进攻的那个环节 那个螺丝钉 你把他抽掉 他就转不动 就会卡卡的 但我必须说 我上一半有去看 库邦跟工程师的比赛 球到某几人的手中 好像也都断掉了一样 我不晓得为什么教练都不换人 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伤 或什么之类的 没有让大家知道 我还想说 奇怪这不是第三节了吗 怎么先发还在场上 塔币第四节的时候 回房 没力了 真的没力了 慢慢走过去 全场都看到他没力了 教练应该有看到吧 说到的那个P-Lig 最近裁判是不是又 有什么戏码可以跟大家聊啦 怎么会有这么荣耀的事情 可是他们现在电视辅助判决 其实也不会用那个画面 在那个带颖跟大家回放 都会是判决出来之后 才给大家看 这是3月6号的比赛 富邦跟梦想家 第三节是出现的争议判决 隔天就确定为误判了 然后就竞赛主裁判一场 第一检察员与第二检察员 祭典处分 有处分是好事 才会让裁判不会觉得说 我误判这件事情是无伤大压的 但我就发现有一些就是 球迷好像觉得说 这样子的判决 过轻过重 你觉得呢 本来就是要有考核机制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P-E联盟在处理态度是 都还蛮积极的 你看看 连裁判误判这件事情 都可以上新闻了 那SBO呢 高雄四中三国小桌球 教练被人家爆出所就发 畅达了两年多 家长受不了去检许 早在2月25号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新闻 发通知书 重改国小桌球队 校长招控 不甩教育局协议 太厨冠军教练 这个桌球队原本是家长会 自己成立 然后他就由后援会来聘任教练 广罗了成教练 然后在那几年的时间 也打下了蛮多的好成绩 但是呢 其实他其实不属于就是 学校体制内 那学校一定会想说 这个既然是代表我们学校出去比赛的 如果未来有什么样的状况 不管是好是坏 都还是要由学校来承担 希望可以把这个球队纳入体制以内 可是呢 双方就是各持己见啦 教育局有介入了解去协调当中 但看到3月5号的新闻出现之后 我就觉得应该是协调没有很好啦 还有进一步的说 为了夺冠儿多次体罚学童 不仅有推头啦 捏脸和要求搭拱桥 甚至抓住学童的耳朵领甩巴掌 媒体朋友们也有去访问到教练当事人 罚称是为了加强队员挥拍拉球 让肩膀部部更有力道 挖跳一次训练爆发力 就要到打拱桥 其实我活动的时候也蛮常打拱桥的 我们也不是什么体育课 也不是什么校队 反正我们就是连坐法嘛 还有什么 坐电梯 直上直下 直上直下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练出 我腿很粗的状况 不好意思 好 回到我们这一题 我觉得体罚这件事情 轻重程度很看人而已耶 如果说小朋友真的是犯了什么样的错误的 到底当下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沟通 我觉得因为时代的不一样 所以一定不可能会有 像我们在那个年代 客桌椅拿起来拆了就直接打了 爱心手飘飘飘飘飘飘飘出去 都有可能吗 可是现在的状况不太一样 适当的管教是必要的 可是怎么样算是适当的管教 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面的标准都不太一样 就是像这样的事件就很像是 我们可以还是照体制走 然后双方是各退一步的情况 因为照这样的看来 他们练习这么久 喜欢这个运动这么久 原本是60个队员 现在改成在校内体制的那40个人 那那20个人是怎么去了呢 那原本40个人 他们了解自己这样子 到底经历些什么吗 还是真的说是大人在玩自己的游戏 如果你们因为这样的改变 让他们没有办法去出赛 自己的辛苦练习白费了 我觉得是一个蛮冤枉的事情 希望大人们谨慎之 我们新年级生的共同回忆 可能就是真的是 还是会有被体罚的状况啦 所以我不晓得现在年轻人 或者是小孩子 现在的小孩可能就是我们这一辈 你的意思是说是我们这一辈生出来的孩子吗 差不多了 闭嘴 哈哈哈 差不多了 那你在干嘛 干什么意思 你还年纪比较大 自己挖洞自己跳 结尾结尾结尾 耶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是下一半要把 不给我嘛 我们下一半终极惩罚 我们地狱下午茶 好礼拜 再相见啰 来自基隆的东陵肩甲 肩脚 身为肺霸的死中球迷 我觉得他也是我心目中 唯一最棒的王子男 嗯 就是 男子网球选手 我刚刚讲什么 再给我一次机会冲来 我今天怎么了 呃 呃 说我只是满球 哇 哦哦哦 再拍 记得要收看订阅下午茶哦 哦 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开开开开 起小铃铛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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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console 特小铃铛 还凡